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奉劝大伙赶紧逃命 道长抓到的大鱼并不是水怪 反而被愤怒的村民们给吊了起来 很快水怪又出现了 就连四五岁的小孩子都不放过 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了下去 妈妈拿起武器跳进水里为女儿报仇 也被水怪残热的吃掉 一个小婴儿掉进了水里 危急关头 小和尚拼尽全力把小婴儿救了起来 并且在村民的帮助下 利用杠杆原理把水怪从水里弹到了陆地上 经过一番折腾 水怪元气大伤显出了原型 小和尚拿出武器准备驱魔 可是这货的驱魔方法竟然是唱儿歌 水怪忍无可忍 你真是瞧不起人嘛 把小和尚痛痛了一顿 就在小和尚快要咯屁的时候 驱魔人断小姐及时出现 把水怪收到了袋子里 还嘲笑小和尚玩的是小孩子的把戏 小和尚来到一家烤肉店 身为驱魔人的他 一眼就看出这里的不对劲 可惜武力值设定是零 一个小怪都能把他打趴下 这时段小姐闪亮登场 轻轻松松就把小妖KO了 他们的老大猪妖也被收到了袋子里 可是猪妖法力高强 没多久便撑破了袋子 一路追杀小和尚二人 树林里忽然出现了一只大老虎 他也是驱魔人 像扭麻花一样把猪妖打跑了 小和尚求助胖师傅 如何才能彻底打败猪妖 师傅告诉他 小小扶猪妖笑到五指山找到万妖之王猴妖 又给了他一本儿歌三白手当终极武器 小和尚跋山涉水终于到了躺着的五指山 在五指山的莲花池里果然有一个山洞 猴妖被封印束缚 一直没法逃出去 他告诉小和尚使用美人计 在月圆之时让美女在月光下跳舞 就能吸引来猪妖 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就行了 当女婿抹然在月光下起舞时 好色的猪妖果然屁颠屁颠的找了过来 猴妖趁机把他打成了一只小猪仔 猴妖说想看看月光 好心的小和尚拔走洞口的莲花 没想到是中了奸祭 帮猴妖破除了封印 猴妖终于逃出了如来的掌控 为了报复如来 不惜把小和尚打成了皱伤 还拔光了他的头发 此时其他三个驱魔人也寻着妖气找了过来 他们都想抓到猴妖成为第一驱魔人 首先上场的是野兽驱魔人 还没出场就被猴妖咬死了 接着换天蚕老人出场 一只巨型天蚕脚想要踩死猴妖 却被猴妖一拳头戳穿了脚板 最后是盛须公子的表演时间 七剑合一 虽然击碎了猴妖的金箍棒 没想到猴妖本身比剑还硬 宝剑碎了一地 驱魔三人组被猴妖一口气团灭 为了保护小和尚 段小姐也被猴妖打得灰飞烟灭 眼看这心爱的女人就这样没了 小和尚瞬间顿悟 割三白手就是大日如来真金 小和尚念起了金 突然一座巨型如来出现 虽然体积庞大 但是动作缓慢 被猴妖一拳头击中脑袋 然后就碎了一地 小和尚依旧念着金 又出现了一座比地球还大的如来 纵使猴妖再怎么变成大猩猩的心态 如来一个巴掌下去 躲都没地方躲 猴妖瞬间就被打回了人形 小和尚把段小姐的手环 戴在猴妖头上变成了紧箍咒 加上之前收服的水怪和猪妖 诗图四人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西天取经之路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你最想当诗图四人里的谁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关注哦 下期再见